大家好 今天是6月15日 星期二 放假回來了 大家今天最關注的事項 應該就是 時代天使 大家應該今早 第一時間看看自己 或者看看有沒有中到獎 現在是5點多 其實這段影片早了少少錄 我也會叫小編 錄完之後都快快去 上網 讓大家可以 聽聽我對時代天使 現在的看法 當然純粹 以基本面去看 講基本面 我覺得這些價錢是貴的 是很貴的 因為這間公司 現在來計 以上年來說 8億多的收入 1億多的盈利 現在市值 都說 差不多500多 是絕對不值的 而且 公司的業務增長 你說會不會很厲害 有幾何式級的上升 我都不覺得會是 只不過是現在市場的氣氛 和炒供求因素 有點像當日的快手 就是之前的時間 股價不斷向上衝 或者市場的氣氛 相對比較好 所以他們的炒作 很厲害 當然 剛剛也不斷強調 基本面 我覺得是不值的 但只不過 純粹看公求關係 就是這樣 所以有貨的話 首先 恭喜大家 有貨的 我會建議走貨的 但是你說你不走 好 先看看明天 行不行 沒有說不行 只不過有時候 我覺得 當你的利潤 或者回報 有九成 的時間 或者一倍的時間 沒理由不走 我覺得有時候 IPO這些東西 就像我的朋友一樣 每一次都是 基本上 不管那麼多 抽完了之後 中了的 上市 沽 贏了錢 算數 就不要理會 可能賺多少 因為 新股有時候 真的 我會覺得 有些心態 就是 新股有時候 大家抽中了 很開心 可能賺的時候 總會想賺多些 這是人之常情 但是 當你那一刻 可能你說 股價升了九成的時間 你沒有放 到要升五成的時候 可能你是不想放 其實 賺五成 也不是算少 賺五成 也很多 但是 因為 你會看之前的時間 你曾經 可以賺多一倍 所以 賺五成的時候 你會有些不甘心 你可能等一下轉 等它再升上去的時間 才會沽貨 但是 五成的時間 你不走了 就好了 整一下整一下 股價就越升越少了 可能你說 今天時間賺五成 明天賺四成 到後來的時間 賺三成 到時候 你又更加不會走 甚至乎 有些朋友 會考慮混货 當然 投資的東西 特別是新的 正如剛剛提到的 沒有露燭 等於有些人 可能見到股價 升了九成上來 都還問我 是否應該追貨 當然 大家都知道 一向我的看法 就是 不會這樣做 亦都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 有時候 投資的東西 就是 你自己想 自己想 新股 你問我 賺九成 如果我有貨的話 賺九成 喂 心滿意足 那你說 不行 我要多賺一點 那你便各自自己去想 只不過 當到時遲這集 五成的時間 你不是應該想回 賺九成的位 是應該想五成 是否已經很多 這樣想 所以 再說一次 中了的 恭喜大家 但是 不中的 就不要高吹 這樣 這樣 今天說回市 市 今天的時間 表現 又是開市 開市的時候 很好 但是股價 大市的表現 很頑皮 跌了太多 收市也跌200 那整個市的氣氛 我都覺得 不算好 還有 大家應該都比較觀望 打後 聯儲局議式會議的情況 用我對於 你說的議式會議 有些結果 有一些想法先 根據回往常 即我們說 聯儲局的玩法 他仍然會處於一個 幾無零兩可的狀態 他又不會說會加息 但是也不會說 現在這些情況 什麼都不做 他可能會說 看看未來這幾個月的時間 看看通脹的數據 會怎樣 現在這一刻的通脹 他覺得是短暫的 但是如果未來通脹 真的有些再 升溫的情況 可能就會做事了 我想他會說類似這些 不過你說 究竟美國那邊 他 加息不加息 有沒有什麼 考量的地方 其實是有的 先說回加 加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是挺艱難的決定 但是 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加呢 加的話 其實有什麼的後果 就是 可能通脹 或者說 比較短暫的 一旦加息的時間 可能會變相之下 打擊到經濟狀況 從而 令到經濟的復甦 很多的步伐 有些影響 另外就是 一個比較深層次的情況 美國現在的債務 已經去到好像 27萬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你想想 在他加息的時候 其實變相之下 他的財政負擔 又會再增加 所以 變相 會加劇了 他的財政問題 所以 你說他加息 其實我前度上 我覺得 他是未必敢加的 但是 不加又怎樣呢 當然 如果好像他們 之前提及到的 通脹 只不過是 純粹這一段短的時間 可能 如未來這兩三個月的時候 可能真的 通脹還會比較高 但之後會回落 你看看 資源價格 其實正在出現這個狀況 資源價格正在回落 所以 不排除 可能他覺得 資源價格正在回落 所以 通脹 有機會見到頂 之後 可能你比較多 未來這兩個月的時間 真的見頂 之後 回落 我想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 變了 都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 其實 疫情之下 變數仍然是很多 你見各地的地區 其實疫情的情況 仍然是 相對比較嚴峻 有些地方 如果疫情不是美國 不是歐洲 其他地方 都仍然是有時候 處於一個封城的狀態 所以 未來的經濟狀況 我覺得 都仍然是 變化比較大 所以 聯儲局 可能你說這一段時間 正觀其變 其實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 美股也很均勢 你看到美股就不斷破頂了 你看到好像 上個禮拜的時間 例如NASDAQ S&P 破頂了 DAL就會稍微回一回氣 但是 勢力也不差 那 只要你沒有辦法 美國那邊 多些概念 或者 情況 是多些 憧憬 炒作的憧憬 所以 美股我相信 都會相對比較偏強 但是 相比之下 港股呢 就真的弱一些 但是 港股的情況就是 你可能到現在 今天來算 穿過258.5 但是 上得回去 所以 後市方面 258.5 還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但是 後市有沒有機會 有些比較 強勁的反彈 難 因為 你沒有一些 實質性 推過市升的誘因 所以 現在市場 你先當是拉腳 就是拉腳 沒有方向 先 那 先 先說一下 一些股份 今天有些股份 但也有些問題 2130 就是 加雲物流 物流股 特別是 好像 海上運輸的那些 我就想看 比較樂觀 因為 那些運費價格 都仍然處於比較高 高企 加雲物流 就 不肯定 是否做 這些 但是 如果你說海上運輸的話 都是離不開 1919 還有 還有 海峰 1308 這兩隻 東方 海外 東方 海外 比較是貨源 歸邊 變成這一隻 一般般 所以要選擇的話 首選 都是選擇 1919 和1308 而130 是家雲 家雲 運流 可能再下一批 另外就是 384 今天 中 開始 中途 停了牌 當時 股價跌到一成多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呢 最主要就是 湖北那邊 有一個合連的項目 爆炸 導致了 人民傷亡 那股價跌了 不過 影響有多大 當然 純粹 對於業務上的影響 我相信很少 即是 你說可能 那個 規的 那個地方 可能佔公司的營業額 可能很低 盈利 公益 都很低 因為 本身你說 中國營氣 是全國性 就是比較大的 問題就是 究竟這件事 會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 即是 其他部署 或者 或者跟照顧機構的合作 會不會有難度高了呢 甚至乎 今次是因為 一些氣體撤漏事件 因而要爆炸 會不會就是要你裝一些 可能跟一些 氣體的detector 有關係的東西 去加重力的成本 不足為奇的 所以 我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的影響 是比較長遠一點 而且不是有短線 即是你一時三刻 你的市場未會消化 有機會是 但是 因為未來的一段時間 公司的發展 可能變速相對比較大 即是會不會有些地方 要你整改 又或者 要你賠錢 因為這些人不是相亡 其實 賠錢是最少的 就是要整頓時代 所以 這件事 或者這次 即是股份三百四 我以前也買的 但是 面對這些情況之下 都要先備一備 我想暫時都沒有口署 最後 也說完 一三六八 就是特寶 特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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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隻 高領支援入股 CB 即是CB入股 即是股價升了兩三成 我覺得是在發展上過程 即是發展上過程 很跨關 而且 因為本身 公司業務發展 例如Pay Swiss 其他品牌 行不行 我又沒有看得太樂觀 即是 我會覺得 我們這品牌 沒有大規模的宣傳 也好像不好說 所以 我會覺得 它的股價現在 完全地 過分反映了 它的股值 如果這些人要追貨的話 我前途上 我寧願選一隻 李寧好 李寧始終 品牌的 數字 相對比較 更高端 所以 如果大家現在 選一刻 要高追的話 寧願選你零 也不選 但當然 我本身也是 比較保重的投資者 所以 其實 我都不建議大家 考慮 因為其中的股值 太貴了 好了 今天就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再留言給我的 明天的時間 我再教授大家的問題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